嗨喽,大家好,这里是导机作战士,今天用机械师曙光16Pro给大家展示一下,如何升级自己笔记本的内存。 需要准备的道具有,3.5mm,螺丝刀,装螺丝的盒子,内存,一个鼠标垫,防径垫手套,镍子,内存,DD25类型。 内存建议使用DD25 4800 16G或32G内存。 接下来是拆机流程,温馨提示,拆机有风险,拆机需谨慎。 保修标签打开后,不影响售后保修,但个人拆坏,不在保修范围。 1.首先把电脑关机,然后断开电源。 然后将底部螺丝全部取出来,放入盒子里面,以免丢失。 2.然后从侧边沿着缝隙,慢慢打开后盖,就能拆下来了。 3.拆开底壳之后,我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架构了。 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各种硬件的分布情况。 4.需要注意的是,打开笔记本电脑后盖,我们需要先拆除电池连接排线。 需要先进行一个电池断电操作,避免过程中出现静电导致主板损坏。 没有镊子的同学,可以尝试用手部指甲轻轻移除接口。 需要注意的是,机械师曙光16Pro系列游戏本中,4080、4090配置机型中,共设有两个DDR5内存插槽,单条最高支持32G。 升级内存,一,红色圆圈标识为内存卡扣,用双手的指甲沿着两侧方向推开,内存就会自动弹起来,就可以移除了。 二,安装内存时,可看到卡槽凹槽位置,对好你内存上的卡槽,将内存插入。 35度到45度角插入卡紧,并轻轻往下压,听到咔的一声就证明安装好了。 此为演示操作安装内存,容量大小不做参考。 同时也连接电池排线接口。 最后安装上底壳,先不用着急拧上螺丝,盖好盖子,检查电脑能否正常开机。 之后再重新关机,再检查一遍后盖,确保严丝合缝,再根据原来螺丝孔的位置,重新拧好螺丝。 机械师曙光16Pro内存升级教程就到这里了,最后再拧上螺丝就好了。 如果对于这个教程还有问题的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